面论 来王子 喂 应该第一次连麦 挺激动 没事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生活中就是怎么说 就是你看我在中国的话 也在很多地方 就是我自己出生在哈尔滨 我星星来了 我自己出生在哈尔滨 之后我也在上海啊 也在广州啊工作过 之后我遇到 就是我今天也不大 我今天三十 之后我遇到了很多事情 其实你要说 中国有一些很好的事情也有 那你说黑暗的是吧 你就我之前做过电视台的记者 就也遇到过一些 就是不管说是 就是大人啊小人啊 或者说还是私底下 多多少少也都有 就是你要说让我完全相信 你说咱们这个环境是特别好 那感受不到 就是不能完全 我感觉我能是80% 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好的 那可能20%还有一些人是不好的 全世界都一样 不可能急黑或急白的呀 都是已经 但会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就是 我的工作中会遇到一些人 他们就可能会觉得 跟我说 就是说呀 中国是这样的 他就会集中在说 这个20%的事情 你等会儿 我老弟儿着急呢 刘青先生 给刘青先生点点关注 大头鹰讲完故事 要是就这个上面 左上角 大头鹰讲完故事 你们还不睡 你就上他直播间去 他直播间全是 驴马浪的故事 全都是和他国内 那份儿逼不怕跟酒吧整的那些大闷儿 当时推推嗓嗓 他整一堆大炮 全都是这类的故事 你给他点关注啊 你接受完了呢 那可能我觉得就是 我跟他聊 他说的事情 也确实都是实情中 我跟他可能说的 也只能说人问好处看 或者说就是说 你就是黑黑黑即白 这些事情我也都懂 但是你很难去就是改变 或者说你能很难让他 就是说 有点就是各说各话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也感到 你也跟他说不通 我不太知道 你先具体说的 对你先具体说的是什么事 哪件事啊 可能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国内有很多事情 村里有很多事情嘛 就是说的比较典型一点 可能就是每天看新闻 总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会有接电话会的人 他之所以叫新闻 你懂不懂新闻 为什么你都是干新闻的 你新闻之所以叫新闻 那肯定是社会当中的 个别现象 而且是造成社会舆论的 会有论点的 这才叫新闻嘛 他不叫民生啊 对不对 民生就是今天大家 今天全程500万人 一共有498万人 正常上班正常下班 啥事没发生 这叫新闻嘛 这不叫新闻啊 对不对 对待新闻 我们是在看待这个社会的 极个别现象 而不是去看待这个 看待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大家缺乏 真正缺乏的东西什么呢 很多人拿极个别现象 认为经常发生 比如发生过类似的新闻 就觉得 中国现在都这样了 咱们现在都这样了 就很多人是缺乏 这方面的明电势力的能力 就拿新闻当普遍 这是问题根本 他会觉得美国 或者说他去到别的国家 他会觉得 比如说挪威啊 或者丹麦啊 这些国家 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不是 就是因为这些人 能够有这种想法的人 普遍来讲 没在国外待过 不是说在国外待过 有多好多牛 就他没有真正去过国外 他都是道听途说 国外是怎么样的 包括咱们前两天 跟这些牛马浪子连麦 又什么免费医疗 又快乐教育 又什么的 对国外 我原来也觉得是免费医疗 后来您说的这个事 我可能觉得不是 都是一知半解 说白了 那些在本地的真正怎么回事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几个人真的好信 说比如说美国白卡 都说免费看病 免费拿药 很多人说后面 后面我说是延迟付费 很多人是不付费 自己其实在这叫板着 没有任何一个人 去真的去了解了解 只是看看人家英文版的原版 自己做一个翻译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东西就摆的那么清楚 说白了 大家都是属于知识不多 在互联网上要着 要着比知识更大的画面 在自己能够认知范围以外的画面 这种画面是本身不属于他们 但是大家却硬要要 为啥 说话的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 这是肯定的 那互联网上就这样 你看上来你连麦的这些 你们看见 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对不对 如果不为自己行为负责 他在互联网上又做出什么了 无非是言论吗 这其实也是证明咱家 是言论自语 你说完了以后让你负责了吗 你狡辩 你造谣 你抹黑 你让你负责了吗 没有 但是这些人不认为 这个叫什么自由 包括我上美国去 美国就自由了 美国你站马路上随便说 你看你碰进一销话题 说你看熟不熟是你 你发声的时候 你站马路上 你等着喊了 两边一起过车 那没人管你 你真正在那什么平台上说 你看他管不管你 一样的 所以说能够说这些话的人 能够拿国外去做对比的人 我说实话 要不然就是属于在国外 待了好些年 属于特别有见解 说这个东西 我们由于制度上的不同 导致会有两种结果 这算是比较理性客观的 而那些动不动拿出来 什么高考了 怎么怎么地 得上国外了 就这种是 他们是为了业绩而说话 这就不可信了 因为他们是为了 那你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呢 你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呢 我之前我记得挺有意思 就我之前那个 在单位有一个单位宿舍 我在宿舍住过一段时间 如果宿舍的话 他下面那个人 他就怎么说 他那个电脑 几乎就是没事的说 他就放了那些东西 就海外的那些 就YouTube啊 可能上的那些东西 就天天讲啊 怎么怎么 那个村就会完事了 现在是一个非常什么 就是各种黑暗的事情 可能对我来说 我都不相信 我建议真的 如果真的想看 国外的那种 民生类的宣传视频 不要看中文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 中国人跟你说 中国 在美国跟你说 中国马上要走到怎么样 对对对 这种就不用看了 就是你想 你想看海外的东西 最起码你得看英文 你得问人本地人嘛 我最简单的 我今天想吃四川菜 难道我去问一个 我去问一个 在美国待着的老黑 我上德州找个老黑 哎 bro 你看 你知道四川哪家 川菜就好吃 我问他 你不得问四川当地的 哪家菜好吃吗 对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刺猬 他们的刺猬也挺有意思的 你想了解国外 最起码你得问人家当地人 你得看人家当地人 怎么评价嘛 对不对 这不是解难吗 好多国人到了美国以后 我跟你讲讲 美国怎么着 你讲完了以后 哥们你是当地人 你又不是当地人 你就现在互联网上 这些美国主播也好 咋的也好 大头鹰 你说美国说的太片面了 你竟说不好的 我让你们说出几个好的 哪有到现在一个人说出 任何一个好的 是咱家没有的 说白了 每一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制度 它这世界上肯定 有不一样的国家 就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你非得说他就好 但是你这些人 他在国内的 在村内的这些人 他心里已经 就是他也没有一个正常逻辑 他心里也充满了怨恨 对这个村的各种不好 这种人你就第一个路上迈开来 我给他开辟就好了 但是你又不让他走 你又不让他 不管是遇到 他有能力走的 我告诉你 有能力走的人 我实际上很多人都说 他怎么到大头鹰 所有人都不适合出国 一问都不适合出国 你说谁适合出国 我告诉你 其实一个本质的底层逻辑 适合出国的人会问我吗 对不对 他就记住了 如果他在国内 雅斯托弗 8.0水平 然后家里就具有钱 眼界格局 拉满销都到位 他会来问我吗 大头鹰 那个 我适合出国吗 我到美国 我能干啥 稍晚多钱 他能问我吗 这不是底层逻辑吗 不是那些卡在中间 犹豫不决的 我听说好像国外 这个挺好 那个挺好的 那算谦虚的 上来 不对 美国就最好那好的 那是这辈子他都不具备出国资格 然后他上来跟我辩论的 这不是问题所在吗 对不对 那之前你聊的那什么九指什么的 好像那些人不也有过去的吗 就跟你聊完之后他过去了 就有一九几个人 不管是哪一个聊完了过了以后 今天今时今日 如果说曾经我大头鹰第一次过我 大头鹰说我上美国 我啥也不是 如果今天混得风生水起 那你就让他证明出来看吧 说白了不是后面颠勺的 要不然就是洗脚勾脚的 对不对 你好到哪了 哥们 这不是问题关键吗 你去看看那些 就是硬着头皮 你别把孟哥大头鹰两个脉 当年那么多人劝他说 哎呀你别傻了 出来了以后 你看看今天他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不就有数了吗 我们值不值当去干这个日子 你说汇率差 我永远都承认 汇率差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呢你要付出的代价值不值 每一个人都都在说这话 现在就告诉你哥们 天天你要搁大份池 炮子一月能给开两万块钱 你去吗 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夸张 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 我家在哈尔比 但是我也是为了家 所以来到上海去面工作 其实也有点像汇率差 来来来来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那个评论区 这这这这小子 你讲话了 来你看我给我也置顶了 混不下去才出去的 你你顶外头能混下去了 这就是这就是啥 这就叫最底层的逻辑 你在国内觉得混不下去 出去以为是一条道 你在出去了以后 又不是全世界 不是就你一个中国人在美国 那么多人都在都在美国 那么多中国人都在美国 他们都没发财 你拿什么发财 这不是最底层逻辑吗 他们都那些老移民 都跟没敢说负成那样 那些跟美国工作好几年买房子 还让家里给出手负 那你拿什么去混得比人家好呢 这这么简单的一个辩证法 他们就是不去看 你说就好像影响他们出国了一样 权力谁也影响不了 但是他会改变政策 懂吗 我可能我说的没有那么大 我说的没有那么大 说村长那种 可能就是一个地方上的 那个就是对小一级级别 或者说哪怕退休一个级别 他可能就是在国内 确实他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时候 他可能会 对就如果你 你跟他产生了一些矛盾 他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 哪怕可能你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他可能都会对你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国外 我只是问一下 就在国外的话 就是在国外 比如说你们那个小区 或者怎么样 我跟你讲讲 比如说 比如说让你的公司没有生意 你如果是个公司 在美国 我就是别说大了 一元就别想 能让你的公司没有生意 这就够要命的 实际上 我刚才就不用对你有别的影响 这是够要命的 说实话 让你的公司没有生意 然后让你的合伙人跟你分崩离极 让你的身份再去起公司 你再去申请自治的时候 你的申请受限 这都是属于很很小的权利了 这已经算是很小很小的权利了 你就受不了 我曾经在这 在这那个弄那个盖房子 那个当建商的时候 就是CT 你们这申请这么多 你们这申请了这么多 就是后院改建的盖房子 这个案件 你拿着这这么多东西 申请这么多份 每一个正常我都给你过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给CT捐点钱 明说的 可不是说私底 明说在他办公室里明说的 因为他就没毛病 确实你给CT捐点钱 很多人都去捐 有的什么捐两个乒乓球案子 有捐两个抬球案子的 都有 明说的 这本乳是会马拿捡办 对啊 你明说的 我授予你什么 比如说本市荣誉建商 明说你给吗 你不给 确实没给 确实没给 没给回头 回头你这审批图纸的时候 正常你 人不说最长周期六个月吗 我们一般都三个月 四个月就下了 来六个月打底 到六个月告诉你 你这不对得改 完了呢 恶极到九个月 九个月给你拖成一年 没毛病人家干的 没有毛病 我对你 那对你来说 在美国也依旧会遇到这些问题 依旧没有什么办法 对一个普通人 国外的问题 比咱家难得多了 咱家现在由于有互联网的存在 很多你真实当中 如果你真的遇到不公平 或者怎么着 你互联网上一发生 这几年新闻还少吗 你在美国这你发不发生 人家都说了 你在这个系统挣了这么多钱 然后人家问你要不要捐 你没捐 这东西咋的了 没有毛病 回头你的图纸批不过 人家把图纸给你裂开 来 哥们你这图纸 你这个墙角的承重率 你根本没标 你这抗震指数你没标 那我让你标说有毛病吗 那我正常处理 七到十五天 没有毛病吗 托死你 啥玩意都合理合法 你还说不出来 你没有招 明托 你怎么着 懂吗 那看来大家都怎么说呢 那其实也大家都在找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但也其实也没有 这是永远 这个是永远 全世界哪儿 他也避免不了的问题 这是避免不了的问题 因为这个社会不是拿电脑操控的 是人在操控 人决定了一切 有些东西 他不是 他不是咱家大人 要你怎么着 你下面还有这么多人呢 就像之前赛雷说的最简单的道理 你再有铁的纪律的公司 没人迟到吗 他一样是有人迟到 落到个人头上 啥事都有可能 明白吧 也是 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其实除了 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 其实对我来说 倒没有影响到我 说实话 我只是看到了这种 我这个人可能内心中 我可能会觉得有点 就不太不太不太舒服 但是可能我没跟别人说过也 就是可能在网上 可能会说 你如果在心里面有不舒服了 包括直播间 你们所有你们这些听的人 你说我 我办了这事 办完了以后 我挺不爽大人 你那是没跟美国办过 不要觉得国外 国外不讲这东西 不咋地的 不用听这么吹 连办驾照都办 都能办 办的一大堆事 办驾照都能给你 办一堆事出来 就都没有 咱家这种自动化流程都没有 任何事上面 总归都会让你 感觉到各种不舒服的 然后甚至就是敏感的人 会觉得你是不是歧视我 你怎么老外办到 这么痛苦 到我这这么费劲呢 对不对 我这都清申请 你看我那个 你看就比如说讲道理 你现在是开饭店 我原来开饭店的 你现在开饭店的 你饭店正在营业 我把你店盘下来 我得重新申请 好的 这边道理说 你换了公司名 再重新申请 我重新申请 后面炉具厨具 这些东西 说你就是 你三十年前这饭店 他那个排烟道 烟道十六寸 你现在三十年后 要求十八寸 我说那咱们的 我难道把房盖打开 把这烟道扩两寸吗 对 不是那他咋开的呀 他都 他这截止到 我来跟你说的话 他还在营业呀 他开的比我们 比我们这个市政股存在 都得早 三十年前还没有 这市政股呢 所以他能开 你哪说的 你这就明白了 我告诉你了 这就这么回事 然后你哪说的 一句 现在一样 消防也会有这种情况 也差不多 多多少数会有 那你说你 我不公平了 哥们 我要不对这个店 他能开到死 我对了 你反而还开始 给我整一大堆事 是不是 这是我心里 在美国都能感受到 那也是人家的 一个增收的 一个内产 人家靠这个吃饭 你要把这东西叫增收 也好 叫怎么着 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公平 我都不想 我因此 我都不想跟美国呆了 要命的吗 你们扯淡的 他不是就一个烟道问题 洗手池 洗菜池子 两个池子 人家这边洗菜 那边清水投 没问题 正常给大家吃都能吃 跟我说 现在洗 现在洗菜是必须撒格 你洗 这个这边洗 洗完了以后清水投 投完了 还再拿个清水格去泡 多一步骤 我说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 为了使用顾客的 那个顾客使用安全 好 为了使用安全 他有一万个名义 那你直接给他钱就好了 全都是明白 但你给钱还不行 简单一点 你给钱还不行 我尝试过 我尝试过 这边不是 有那个就是华人区 就曾经 曾经都有老的 老一辈儿告过我 说你是来检查的 来检查委层检查 这东西 别拿现金 给张 李卡 就加原地后面 不是 给张 给张李卡 在村内可能是 不不不 人家在这边 给张李卡 你敢不敢收 你看敢不敢收 华人区真敢收 在洛杉矶里边 华人区真敢收 收完了以后 这问题 行我给你 但人家不是说 不管了 那不行 因为啥 最后一检查 如果真有问题的话 他还得负责 他得说 行那我再给你几天时间 然后你先照常营业吧 他手里 把着魔灯两可的东西 他可以让你 现在关门 开始整改这个事 也可以让你一边营业 整改这个事 你这个东西存在 只能是在这两件事 在这两个选项之中徘徊 而不是在有和没有之间徘徊 明白吧 等我到 等我去开饭店的时候 我也尝试了 我整了一张 Apple Store的卡 一百的 那哥们来检查 我就给他夹 夹我的ID后面了 那小子打开楼外 我记谁清楚了 叫那个Adam 打开 一搓我的ID下面一张 拿着给我看好笑 直接跟我告诉我 直接用英文告诉我的 这是一个警告 他也是一句普通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还给我了 不要给我吓够呛 你早不给我吓够呛 为啥 我这也犯 我这也犯事 我这也犯事 明白吧 他要真说 他真说拿来 他捅过 我也犯事 懂吗 所以你当时 你说所谓的公平 那哥们 人家饭店开了 你就慌慌掐 我不是 我这个折腾了半年 我当时申请开业的时候 是啥呢 是学生春假刚放完 正好这一下天 做仨月买卖 我当时就为了 跟他们捅固这个手续 整整捅固的 学生6月12号放暑假 我6月17号才开上业 暑假了 我直接半年 啥也没干上 再回了10月份了 我上哪说了 以后 我净亏亏10个W 认吗 你认不认 那没办法呀 那你是人在屋檐下 那你 所以说 这个问题咱就不用 坦开来聊了 我给你回到咱俩最初的话题 就是 没出过的国的人 总觉得咱家 这不好那不好 我总觉得国外不存在 这不存在那 等到你到国外 真正感受过的 全都闭口不提了 全都不知声了 全都服了 全都服软了 要么我们不说 还有一个问题 大头哥 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属于 就是咱们大事 聊一下私事 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比较犹豫 就是 对于我来说 可能在上海这边 确实工作机会多一点 赚的也会相对来说 多一点 只是我个人 相对来说多一点 我可能赚的并不多 跟很多在上海这边的人比 但是可能在家里 就可能工作机会都很少 就是在哈尔滨 可能工作机会 都会少很多 我在长水或者也好 这样的地方 他工作都会很少 但是 但是我现在结婚 我有女孩 就是 我的 我爱人的话 可能偏向于说 回去过一个 小日子 虽然说 这么不多 但是 但是就是说 但是回去的话 他觉得一家人能在一起 就过生活的更好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想 可能做一个男人 可能想 就是说 在上海这边 再拼一拼 因为就 我觉得可能 等到我 我今年30 可能到40 或者35 可能孩子一点点大了 可能对于我来说 越来越没有 就是那个 那个想要向上的 那个冲动了 可以 可能 可能对于我来说 但是 所以说 我俩之间 会产生很多矛盾 尤其孩子 其实也挺 对我来说 也挺 挺难受 我能明白 但咱家的情况 不一样 咱家人多 人才也多 岗位 必不自然就少 这是很自然的 社会现象 对不对 你要想在 想在众多人群当中 去脱颖而出 就只能不断的强化自己 而不是说 自己得到了一份工作 准备这工作 吃一味了 很多人在连麦的时候 都能说 我现在我已经一眼 看到60岁了 我这工作 我觉得没有啥尽头了 我想出去见见 跟外面世界 说白了 你自己也没有追求尽头 你也没有提升自己 对吧 变化 这个变化 真正精神上满足 可能是自己给自己 自己那什么的 对吧 这个人不就是矛盾在这 就是你一方面又觉得 就是觉得外面世界很大 你又可以去拼 但是你又一方面 你又觉得 有个安定的 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一个月几千块钱 够吃够喝 就是也很好 就是 老外对这个事的东西 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几千就几千 几千有几千的过法 我单凡等到 我争取目标 今年每个月多挣500块钱 我等我挣着这500块钱了以后 完了 我拿来干啥 我拿来去 去攒十个月 我出去捋个行 我拿来 我干什么 去出去买点啥 这个东西挺好的 不要一下子 老是 咱们家 就是我不能说是普遍现象 总有这个个别人士 就是啥呢 我同样我俩都是大学毕业的 我出来以后 他家怎么怎么地 我家怎么怎么地 然后他挣多钱 我挣多钱 想从一个最底层 直接框枪下 混到社会底层 顶层 而不去看自己实际的东西 然后混不上去了 以后就开始怨天忧人 就是骂娘了 家又这不好 那又不好了 外国就这好又那好了 别到这种就行 你自己掌握这个尺度吧 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能这真是 也是一个无解的事情 只可能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对 你自己 可以可以 那谢谢你 那你忙吧 拜拜